真的有瘦度 這個星期有血有淚,有苦有甜 好好吃 其實真的不像減肥食品 只有一百五十卡 我的口感有點像六十三 我是MIRROR 今天非常開心拍這段影片 因為我在過去的星期默默偷偷減肥 真的有瘦度 這個星期有血有淚,有苦有甜 今天發覺我穿到我一個星期前穿不到的裙子 我真的覺得超開心 然後我覺得臉好像有瘦一點 沒有那麼腫 雙人說這個位置好像有收回去 所以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公開一下 這個星期裡面的減肥過程 早安各位 今天就要正式開始這個一週減肥計劃 我猜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一個非常喜歡吃甜品 麵,烏冬那些全部都是我的最愛 但是這個星期我就想著 盡量可以把這些東西割得就割 因為其實吃得太多麵粉 澱粉,糖 對身體都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星期對我來說是有難度 希望可以忍到口 加油 那我今次會配合GlamD的 代餐奶色一起進行 會有朱古力味,抹茶味 還有Enjoy Me厚味 現在就先試一下朱古力 第一個 我最喜歡朱古力味 我以前也有吃過 然後它以前的版本不是這樣 它是新版本來的 以前是另一個飲館放進去 它現在就直接是 有個嘴可以直接給你倒水 就可以了 這個更加方便 有個倒水的位置 倒到這裡就可以了 先試一下 就完成 嘩,好開心 它真的 好好味 它比我想像中沒那麼甜 舊版我覺得甜度有待改善 但它現在這個甜度就像普通的朱古力奶 因為很舒服 聞起來那個可可味也很重 其實真的不像減肥食品 看看它的成分 雖然是韓文 但是看到它有很多維他命 然後又有蛋白質 還有很多菊 所以很多時候減肥可能會貧血 但是如果攝取足夠的營養 其實就不會令到貧血或者很暈的現象 我想大家應該有試過減肥減到 蹲下起床見頭暈 是因為可能吃了太少東西 就是你吸收不夠營養 你就會導致有貧血的現象 但如果它有那麼多維他命 補充足夠的營養 其實就不會有這些暈或者不舒服的現象 那減肥上來其實整個心境會開朗很多 我都試半功倍的 很像甜品 但是你看它 只是150卡而已 會不會低一點 怎麼可以做到那麼低卡厚里 可以一天吃六包 但它其實也是推薦我們一天吃一次去做一餐正餐 但我覺得當零食吃應該都OK 如果是那麼少卡厚里 其實說真的 最近我的胃口是有變大了 那我本身都很擔心我會不會吃一包不夠飽 但是剛才喝完之後 平時大家喝完奶 不是會有即時的飽幅感 那就有那個感覺 但是現在就過了大概15分鐘左右 我覺得是有再飽一點的 可能它裡面有些東西發脹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飽幅感應該都可以保持一段時間 一包都是26元 但是26元它又有那麼多營養 而且這麼飽肚的其實我覺得它CP值都挺高 減肥其實除了做運動之外 選一些健康 選一些質素好的食物 重要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次應該可以有些成果出來的 只要我可以不破戒的話 希望我可以忍到7天 我剛剛還上網訂閱到這些減肥變動 這個是雞胸肉加菜 然後還有這個咖喱雞 現在吃這個雞胸肉先 這個賣所好像不錯 聞起來挺香的 是好吃的 很嫩滑的雞肉 我本身是喜歡吃濃味的人 它的味道是符合我吃的鹹度 現在的減肥食品改良了很多 今天要出去開會 很晚才飯在家 我下午就決定吃這個綠茶味 然後我也準備了小蕃茄 因為我怕肚餓 因為始終整天 先出口 在這個線上 先試一下味 這個也不太甜 其實本身不是特別喜歡的綠茶味 但綠茶的濃度不會太濃 很容易令一般人接受到 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它有脆米的關係 我覺得口感有點像綠豆沙 很方便 加水就可以當一餐 突然有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可以把它製成雪條 應該都會不錯吃 吃不成功嗎 吃不成功 做什麼有一種綠豆沙的感覺 好吃 吃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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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去小小家打麻醬 本來我打算帶奶色過去喝 但是我覺得 他們在這裡很開心 吃飯的時候 我喝奶會很不開心 都會叫沙律 因為反正我今晚 我應該都會肚餓的 所以 晚上的宵夜應該就會是那個奶色 我的沙拉 哇 麻醬了 他們的 討厭的他們 兩套牌 好好吃喔 你們說分不說翻 不說翻 2點 剛剛打完牌回來 不知道是不是剛才打牌過到用腦 我現在覺得很餓 還要是我覺得 我比平時吃多了些份量 其實剛才我覺得很有罪惡感 但如果不吃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亂 然後睡不著 我吃不飽的肚子 是會睡不著的人 既然它150卡路里就算了 剛才不吃心 加多一點點水 它沒那麼好喝 所以記得下水的時候 要注意 一定要下到這條線 絕對不可以超過 我真的覺得巧克力更好吃 晚上很想吃一個 好吃的沙拉 天然100%檸檬汁 超過了這麼多天都開始乖乖的 我覺得是有變小到的 看錯我沒有搏過 我覺得是整個人感覺輕盈了 好期待 只剩下兩天 那今天的早餐就要吃這個 Enjoy Me厚味 Enjoy Me厚味 Enjoy Me就是黃豆粉麻糬 以前我去冰 吃冰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吃Enjoy Me厚味 很香 真的那個黃豆粉 那個味道很香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但是我用巧克力也一樣 也不會太甜 而且那些脆脆脆太加分 它不膩 其實因為有時候 Enjoy Me 吃得多 那個很膩 我覺得它蟹合 挺清新的 感覺 它有點像好立刻 這個如果煮熱飲 應該都會挺好喝 很簡單的吃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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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又會害我耶 那麼我的晚餐也來這個便當 今天全天都沒有外出 我去拍片 做了一些東西 其實現在吃東西 不可以太快 因為 那個胃口小了很多 你吃東西太快 咬太快 吞下去 那個胃會不舒服 其實也好 因為你嘴咀得慢 是容易消化 因為大佬是會快點接收到 你飽的那個唇號 好 一個星期之後的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整個心得是怎樣 首先我覺得我整個人變得輕盈了很多 因為我喝多了很多水 因為我發覺原來我以前呢 我是喝東西喝多 就是喝茶 或者喝一些凍飲 甜的東西 但這個星期因為我戒掉所有的甜的飲 我只是喝水和茶 所以我覺得去廁所的頻率是多了 還有澱粉麵粉我少吃了很多 因為人體吸收越少的糖 其實皮膚就會變好 所以我覺得我今個星期的皮膚 是有變好了很多 就是你會覺得是有彈性 然後是很涼澤的 化妝的時候的妝也會上一點 還有個人看起來精神一點 這個是真的 其實短短7天就已經看到效果了 所以如果長久下來的話 不用做什麼 一分鐘皮膚真的好像BB仔那樣 亂說都有機會 還有我覺得我個人沒那麼累 就是我發覺呢 吃太多澱粉的時候呢 我個人是會變得很懶 常常躺在沙發上 就是不想怎麼動 但今個星期我覺得是輕盈了 身體裡面很乾淨 然後想事情的時候 腦子會清晰一點的 然後見朋友的時候呢 都說覺得我好像沒那麼腫 因為吃少了澱粉 和吃少了很重調味的東西 所以就會沒那麼水腫 所以整個人看下去都沒那麼腫 這個就是我朋友跟我說的 所以我最近說了 我發覺有人說我 臉是不是瘦了 我覺得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但我覺得人總是會有想吃甜的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可以吃這個 代餐奶洗來代替 因為本身它們真的很好吃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味道呢 是朱古力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喜歡吃朱古力 我本身以為自己會很可憐 但是我猜不到它可以完全解除了我對朱古力的需要 因為它的朱古力味真的挺濃郁 我自己吃得挺開心 因為這麼多年以來我自己也有試過 其他的減肥產品或者代餐 大部分都不是特別好吃的 即是淡味 沒有味 甚至乎是 但是它們三個的味道都是濃到爆 然後重點它是一包150的卡路里 其實是真的超誇張 那你想想如果真的一日三餐都喝它 其實你都是450卡 人體其實每天吸收要千多卡 你就算吃4包600卡 其實都只是佔了一半 所以其實它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幫手 那聽創想說 最近會有一個新的紅茶 口味會上市 我只是跟大家公開 那聽說是好似香港的奶茶 其實我好期待 因為我來了韓國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了奶茶 但是大家也知道奶茶 其實熱量是非常之高 所以它說會出紅茶好味 我其實真的很期待 我覺得應該都會挺好吃的 因為這三個這麼好吃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不會令我失望 那你說Total減了多少公斤呢 其實我就沒有磅到 因為我覺得體重是沒有意義的 即是你同樣50公斤 你可以看起來很瘦 或者你裡面全部都是肌肉 其實已經完全影響你的外表看起來是怎樣 所以我就沒有磅到 我就純粹是看自己一個星期前後 穿不穿到那條裙 來去做比較 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這條裙其實不太穿得下 即是很難才能上到 而且肚子這個位置 明明我求不到樓的那個心情 就是這樣 其實這條裙買了很久了 一直都不對 就看一個星期之後的變化如何 好 這個就是一個星期之後的效果 這條裙是穿得下扣得下 現在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我覺得小福這個位置是平了的 給大家看 又是平了 而且我覺得後面屁股呢 是有結實了、窄了 因為集中做下身運動多 現在整個腰型是這樣 應該試多個星期 那條裙會更鬆 其實我試過這麼多次不同的減肥方法 我也覺得減肥是辛苦的 即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 不能太有壓力 不能強迫自己 而且最重要是一個過程要開心 今個星期 即是我是忽然間 盡量割甜的 還有割麵粉、割澱粉 是有點不習慣的 幸好 它的味道可以滿足我的 那個肉球 我覺得減肥是要慢慢去 改變整個飲食習慣 整個生活習慣 令到身體 去適應到你這個變化 這樣才是最有效的 享受的過程是最重要 我覺得我之後都會 繼續享受這個過程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 不同減肥方法 但是我經過這次之後 我覺得 我是需要慢慢來的那種人 所以這一個就是 今次 一個星期 挑戰減肥下來的心得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買回去試一下吧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收睇 Bye 各位 這個就是他們剛剛新上市的 EARF GRAIN MILTE 香濃白雀口味 它的EARF GRAIN味真的超濃郁 非常棒 大家真的可以 放回去試一下